魔是要跟你交换条件 你要满足它 它要的 事实上它要的都是你最心肝宝贝的 这个叫交换条件 如果你还有一个心肝宝贝 哪一个点都不行 你就没办法成佛 所以自己要 所以平常要思维空性 我到底哪一点 空性不是光读经 我读金刚经 是你要把这个空性回光返照 到底哪一点我不能接受 如果我明天 明天是好日子 还是今天是好日子 各位女菩萨 明天要受菩萨界 通通理光头 我还剩下几个 我宝贝的头发就这样不见了 哇 天哪 你自己要想好 对 但是我告诉你好了 他考你的时候像真的 但是你接受以后 他说不用理了 我不要你这个 我要你头发干嘛 然后他还要要你的心肝 看你还有哪一点 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就是你要 你要去思维空性的话 那你要万法皆放下 万法皆平等 你没有哪一点 抓不住 抓不住 虽然你很爱 但是你都要放下 那事实上 请问 魔 他是佛还是魔 他是来帮你的 因为你有那一点 放不下 所以我想 佛也好 魔也好 所以我们回家 叫佛来佛斩 魔来魔斩 因为他怕你执着一点 你就完了 要一直告诉自己 是如此 当然最后的目的 你要什么 如果你要什么 那你就是魔 如果你什么都不要 有可能是佛吧 一切为众生 毫无条件的为众生 你不能说 我在这边吃杯 但是我还想享受什么 我还想得到什么 我得到一点爱 得到一点关怀 得到一点身份 所以 当然我经常看到 别人琢磨 我自己很小心 哪一天就会轮到我 琢磨 地位越高 福报越大 最容易磨 所以磨在天上 磨管的 你有欲望 就叫欲界天 你有欲望 色界天 你还有称恨 无色界天 你还有那个点 那你就是 他跟你掌控住 所以各位看那个六道轮回图 有没有看到一个魔王 就是魔王 你在六道轮回里面 你就是被魔王控制的 所以 根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态 所生起的各种贪嗔式的烦恼 所以 就是要魔王控制的 所以我想修行的出离心 至少我们想要脱离六道轮回 那你不能再有个性 想法 执着 想要自在 包括我们出家人 各位将来有出家人 你想要自在可以 如果你有点小福报 带一点钱 那你就可以环游世界 反正整天没事干 玩嘛 你不想度众生 也可以过得很好的日子 我的意思要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讲 我每一次我都很认真 虽然我可能 海涛法师你那么厉害 我哥哥喜圣 你哥一个来给我 我就捏一捏给你而已 我没有做到那样子 但是我的心真的在练习 但是哪一天 来了 我会接受 所以你这些都要准备好 我从小就是这样 最坏的打算 我跟我妈妈过路 我就已经想好了 我妈妈被车撞死了 我自己过路 我被车撞死了 那我都想好了 我被车撞死了 我妈妈会伤心到裂开了 会哭 但是我会托梦给她 我跟我妈妈说 我现在去升天了 你不要为我难过 但是我每天都有这个想法 我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都说去了 我就不会回来了 因为很多事情会发生的 所以什么东西放不下 因为你放不下 去净土容易不容易 太容易了 但是就是因为放不下 你有个点 你有个点就不容易 这个点到时候 在那一刻的时候 它就装 所以各位你每天晚上都要练习 我把身体布施给众生 了解吗 布施 我把我的心交给阿弥陀佛 你要习惯 你不能等到明天 今天晚上就是如此 如果一个人要开智慧 去处理事情 有些人就是没办法 很多事情处理好 因为他卡到那个点 智慧就像血不流通 山高 血太浓 他已经不好了 这一点要不断告诉自己 没关系不是一天 因为各位有很多时间 你到底放不下什么 你到底哪一点你放不下 但是如果你要追求 一个圆满的阶段 一个进阶 那这些东西你要一直思维 所以我只能认为说 可能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资格 讲说我要歌圣 但至少我在做师生的时候 你要一直观想 杀的 偷了 盗了 这些你一直给 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你要练习 因为哪一天它会发生 所以在这种 那你这样就是无畏 无畏 不怕 所以观音菩萨 在念是吃无畏者 你要观音菩萨给什么 只要能够离苦 它都可以 事实上是它替你苦 它替你死 为什么你不死 它替你死 菩萨可以替你死 所以这就是菩萨伟大的地方 像我们一个身体 包括是一个化身 这个化身 马上是可以死 但是你如果执着 那这个就变成你真实的身体 那你就不是化身 因为你执着 放不下 魔王要考你这个 而且他要看到你痛到 痛到倒在地上 然后你还接受 给你 这个叫磨 磨就是要磨练 他不是跟你玩假的 他让你真实的感受 他要感受看到你的苦 苦到极点 你还是给 这样 因为这个苦就是我们 我执的磨 你放不下 但是你要经常这样去想 如果是这样你就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人已经 就算你来出家 你都不会跟别人吵架 别人跟你翻脸 打你耳光 那你就笑笑 我该做了去做 但是我师父常跟我说 有些男众 你跟他讲大声一点 然后他就离开了 后面就开始伤害你了 就是如此 我现在跟各位讲的是 替身也好 要告诉他 来 把自我爱惜的魔 完全舍弃 和承担众生的一切 你要去执着承担众生 而不是保护自己 从心里面接受 这个空性也是在你心里面完成的 魔要考虑这一点 你考虑这一点才有用 所以我的师父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很好的福报 我看了这个过程 我跟他很接近 包括我师父在闭关的时候 我经常去看他 要一种信心 这不容易 我刚才看很多人在大殿跪 我不知道他发什么愿 请问冤亲在主会不会超度 这个叫大悲心 大悲心不是随便形容的 承担众生苦 不然有些冤亲在主 他看出你那个点 他不原谅你 他还在你身边 可能你还在受苦 所以刚刚各位听了好几句 念一下 还在自杀 所以你不要太快乐 多少的众生还在自杀 没有真实让你不实的机会 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赞叹菩提心 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你这样子的 这样子很认真 你已经到实地菩萨了 你已经快成佛了 最后一阶段 还要觉得 我没有 因为我做不到 那个时候才有可能 你稍微觉得一个念头说 我有了 这叫惨 为什么 因为你马上有一个 有所得 马上有一个分别 伤害就来了 所以佛陀要我们看清楚 这个世间 看清楚 不过呢 为什么那么好超度 因为在地狱 在轨道很苦 所以很容易超度 他们正在苦的状态 所以他不得不放下这个苦 但是凡夫在这个世间 是在乐的状态 我有 我有家庭 我有爱人 我有儿女 我有点钱 所以他这个时候 叫他放下都不行 因为他认为 时间未到 当然各位要往生 也要发愿 上瓶往生 也不是太快 除了放下 还要发心 所以你这个心 就让你 将来造这个净土 如何如何 一块小面包 我就想那么多 那我才会去做 这个就是佛教里面的 前行观修 这也是在密称里面叫显 显是个理论 密呢 密是真实 有这个感受叫密 如果你没有大悲心 承担众生苦的这种意志 你去念 不太强烈 不太强烈 但是我告诉你 称心 这些魔 都很好降服 你心中最爱的那个点 是最难降服 这个叫三魔女 三魔女就讲了 人类心中 友情心中 最要的三点 三点 你连这个点 都要超越掉 把它丑陋掉 转化掉 因为它 这样它你才可以 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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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 好 剩下什么 剩下什么 佛性 佛性在哪里 看不见 融入于一切的法身 没有对立的 花里面有佛性 柱子里面有佛性 虚空 大海 众生心里都有佛性 就是那个 无智性 只好用一个 没办法讲的名字 叫空性 来代表 因为空 比较 现在人讲天空 天空 所以我们叫 萨波尔 所以 现在各位 经常认为 那个才是我 我的部分 我不是这个身体 我也不是身体以外的 属于我的这些东西 当然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不执着的去努力 可以了 因为失败 如果你现在还有执着 等你老了 你就很难了 因为那时候感情脆弱了 离不开 离不开那个 苦就来了 他是一个愿意思维空性的人 全然放下的人 进一步全然接受的人 那你才会过得大悲心 空性也大悲心 你这样才能够过生活的 好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健保署署长 李伯章医师 口罩3.0 4月22号 正式上路 民众只要期待健保卡 前往超商 即可预购口罩 还可以用现金支付 快速又方便 超商预购口罩 只要透过五个步骤 一 选择方便取货的 四大超商服务机台 二点选黄疫大作战 三插入健保卡 四填写口罩订购资料 五列印缴汇单 完成缴汇 为了避免忘记缴汇 您使用网路或健保署APP 完成口罩预购后 都可以直接线上付款 您如果不习惯使用网路 或无法前往药局购买口罩 欢迎利用超商通路 口罩购买更便利 台湾黄疫更全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